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受有心人士的干预 今天透过这篇文章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到底社群媒体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今日美日商业的报道来源是 2019年12月26号 刊登在数位时代的防毒假资讯 干涉2020总统大选 Twitter Facebook纷纷出招 以往的选举时期 候选人常透过扫接拜票 造势活动 电访民调进行宣传与发表证件 但在2014年 柯文哲柯P市长 成功利用网军策略 当选台北市市长以后 许多政治人物或是政府单位 也纷纷的跟进 所以你会看到许多不同政治人物 网红化 也因为网络社群平台 不只传播讯息款 而且现在人们的生活 已经离不开这些社群媒体了 许多新闻资讯 也是透过这些社群媒体获得 而距离20201月11的台湾总统大选 已经进入最后倒数阶段 社群平台Twitter与Facebook 在2019年年底 发布相关防毒选举期间 假资讯的因应措施 只需观察 你会发现两个平台 面对这个议题的做法 是不太一样的哦 好 首先我们来看看Twitter 为了防毒有新人士干预选举 Twitter宣布禁止政治广告 而且设立假信息举报管道 虽然Twitter在台湾的使用 没有像Facebook这么普及 但近期台湾为了与国际连结 政府单位例如外交部 文化部 高雄市政府 相继成立了Twitter官方账号 本次总统大选也有许多政治人物 持续透过Twitter发表政绩 政治理念 Twitter为了要禁止任何有意 操控选举的行为 或是散播误导性的内容 宣布全民禁止在Twitter平台上 发放政治广告 没办法投放政治广告 同时也禁止被政府或评论控制的 新闻媒体机构投放广告 这样的举动是为了打击平台操控和假信息 提供选民最真实的其实资讯 而且Twitter为了2020台湾总统大选 设计专属投票表型符号 以及hashtag台湾投票 相关的公共对话跟议题 被民众更深入的来讨论 而Twitter不只限制平台广告 也设立了一个举报的管道 期待透过这样的机制 降低不理性的谩骂 攻击或其他违规行为 为台湾建构更健康的选举环境 目前Twitter也已经训练 政府的中央选举委员会 以及执法机构 使用这个举报的管道 好 Twitter看完 再来我们来看Facebook怎么做 Facebook是以公开透明为主要策略 防堵选举的假资讯 Facebook在过去半年 已经对2020台湾总统大选 发布相关的因应措施 在2019年6月 Facebook就启动第三方事实查证计划 透过与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合作 目标达到遏止不实资讯 扩散的效果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 AT也有 大家赶紧去搜寻使用 Facebook与Twitter不同之处 在于Facebook没有全面禁止政治广告 而是希望以公开透明的方式 让每一个用户清楚了解 自己所看到的政治广告 是谁出之投放 Facebook更是推出了 政治广告透明工具 任何广告组在Facebook上 刊登选举或政治广告之前 都必须经过身份和属在地的验证 所以用户可以在Facebook上检视 投放广告的广告主的身份 以及他所刊登的广告资讯 好的 今日的每六商业就到这边 大家听到这篇报道的时候 不管选举是否结束了 社群资讯的真实性 已经是我们每一天 所面对到的议题 虽然不同的平台都相继 推出不同的方式来因应 但阿峰认为还是需要每个民众用心 以及花时间去了解 每个候选人的证件及真实性 所以如果你1月11号 还有一些时间 赶紧上网或是看证件发表会 了解更多发表的证件吧 好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 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